桃园航空城蓄势待发不只带动桃园产业优势 对台湾的产业效益很惊人 桃园县长吴志阳在企业领袖高峰会中提到 航空城产值超过有7兆 最重要的是还能够创造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帮整个台湾动起来 打造航空城桃园县长吴志阳接受杂志邀访 参与企业领袖高峰会畅谈航空城面景 根据我们7月29号通过的都市计划 重新请专业的经济研究单位去评估 它确实可以光是政府投入的基础工程 大概就超过5000亿的新台币 带动的是能够创造30万个全新的 属于服务国际服务业方面的工作机会 另外就是它的整个的经济产值 从原先预估的2.3兆 就大幅上修到7兆 汇集效益不只造福桃园还带动台湾经济 协服也针对航空城规划了12项的重点产业 今年的一个招商会 光是今年当场签署一项书的 愿意公开的部分就已经超过300亿 招商成果丰硕也破坏桃园 成为永续生态的智慧城市愿景 谢谢黄秀明 丁明杰回报道